今早就不斷有聽眾說你快點拆魂家 我們看看魂家發生甚麼事 阿仙奴昨晚打英聯盃決賽 原來阿仙奴入了英聯盃決賽 恭喜他們先 阿仙奴用了3511的陣石 3511是一個甚麼概念呢? 有人說魂家好抄不抄就抄這個 乾地的功課抄這個352的功課 其實抄得更加差 因為這個是奧斯爾就不太適應 去打這個超級連結人 那算吧 你說沒有人選擇 MK仔又不可以在英聯盃上陣 因為他打過萬聯 所以就只剩下這個是奧斯爾的選擇 那也算了 但是呢 前面又剩下就是這個奧巴美爺 那魂家死都不肯給機會委逼黑做正選 那其實呢 我預測的時候 就死都是說的了 一定要委逼黑去打這個就是奧巴美爺 那後面奧斯爾 那就是一個倒三角贏 那就是最好的選擇 不過魂家呢 就真的抄了352 那就算了 那前面呢 其實呢 很多時候我們見到這個阿仙奧的進攻 是差不多沒有人的 那就算你找這個是奧斯爾和藍絲一起上去做進攻點 那都是構成正三角形的 那其實呢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正三角形的反擊組合是沒有反擊力的 一個前鋒在反擊的時候 沒有辦法拉開條防線 兩個主角功能重跌 等於打小角 這些呢 好聽點說呢 我就講到識背 難聽點說呢 我就講到條理爛的了 講阿仙奧的比賽呢 整天都要講這個正三角形的理論 那這些呢 全部都是我呢 之前講過了 如果阿仙奧這樣做 還要用這個呢 是三中堅的話呢 那就真是 只有一個首字的而已 死路一條 那而且呢 他們傾向防守 為什麼今天呢 也都是不用這個埃及中場球員 艾難尼的呢 那其實呢 反過來講一下曼城先 那光頭佬今天擺出來呢 都算是保守了的 算是一個叫做四三一二 那雖然奇人迪布尼在主攻的時候 會去一下右手邊 但是始終呢 奇人迪布尼不是正宗的右翼來的 那所以呢 曼城不是很拉到右邊 那正是左邊 那主攻呢 其實就不太銳利的 今天曼城 那雖然曼城都叫做努力去嘗試 沒有幫我走位去試一下主攻 那但是你插來插去 其實都是隔壞騷養的而已 那逐漸呢 是出現老鼠拉龜的情況的 那曼城的主攻不是說很大壓力 給了阿仙奴 那阿仙奴的後防線理論上呢 都多了休息時間的 那七分鐘的時候了 那這個呢就是曼城反而是給這個是反擊力 不是太強的阿仙奴 搞了一個快攻出來的 那本來呢就已經是截斷了這個 那個是韋舒亞的腳下球的啦 不過啊 那都要稱讚呢 這個藍絲衝上來 那再連結他右手邊的奧斯爾 那可惜了 奧斯爾這次呢 是迫著用隻右腳第一時間傳中 去給奧巴美爺 那結果右腳就不太聽勢了 那波有輕微的人前波後 那就給這個卡爾國家有機會呢 是回來給點壓力 奧巴美爺的 那否則啦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呢 這個好混亂的曼城後防 在初段呢 就有機會落後的 那不過啦 都是正如暴龍哥所說的 阿仙奴呢 就只有這個進攻有料到的 而其餘時間都是呢 令到這個暴龍哥很傷心心痛的 那值得一說呢 暴龍哥他說呢 他自己是炒黃牛飛這樣進來 真是慘啊 暴龍哥真是 好啦 之後啦 這個阿仙奴呢 還有一小段的蜜月期的 其實啊 還有一小段的蜜月期 就是這個 曼城呢 打打一下 不是很拿到過控球拳 那阿仙奴呢 其實多了機會 那結果呢 就呈現出假對攻的局面 那阿仙奴分了進攻 那本來呢 就曼城就不是很適合打來回球的 因為呢 今天呢 正選的大衛斯華就不夠快的 那不過最慘的呢 就是阿仙奴的正三角形反擊 都是沒有銳利度的嘛 那去到呢 18分鐘了 那一個龍門球踢上去呢 那阿仙奴就竟然可以在條防線的中間 堆進去半單刀 套進去龍門 那阿仙奴今時今日呢 速度並不是很高的 那他都可以好像對著利物浦的 首循環英超賽事這樣入球呢 明顯 就是條後防線出了事的 那這個梅斯達菲 是不是都要鬥心一點點 不要在阿古路的後邊呢 不要在阿古路的前邊呢 就是不要讓這個阿古路去頂你背脊 讓你回不了身呢 那這一球高波去到 這個是他們兩個中間的位置 那這個阿古路就真是頂一頂 這個梅斯達菲的背脊 那這一下呢 是值得討論一下的 那沒錯 阿古路呢 就真是頂一頂這個梅斯達菲的背脊 令到他退後不了 頂不了那個波 那但是梅斯達菲掛著向球證投訴呢 沒有立即去追回這個阿古路 就已經是犯了後衛這個概念上面的問題 那球證一日不吹雞呢 你都要繼續防守下去的 那雖然呢 這一下你未必回到身呢 是追得切對手 但是你掛著投訴呢 那你會給了委人家去入你 怪你 說你的嘛 那其實呢 曼城今天根本呢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本錢 透過主攻去入你波的 那你只需要呢 就是團重兵去看死這個 曼城的左邊進攻呢 理論上都是叫捱得住的 那但是呢 你就給他在偶發性的機會 搏到帽子領先到呢 那就會拖累到阿仙奴 要拖著這個三中堅的陣式 去踢逆境波的 那曼城呢 領先了之後呢 就更加保守了 更加是縮後了 這個是4 3 1 2 那阿仙奴當然是沒有主攻力的了 三中堅無法主攻的嘛 那其實呢 只可以透過換人去解決問題的而已 那雲家上半場呢 的確是有換人的 那不過只不過呢 就是換走這個受傷的人 那就蒙尼爾就傷的 那就換入這個哥拉辛尼斯的而已 那上半場來說呢 撇除了大家一人一次呢 就是黃金機會 那還有呢 就是這個是狀態不錯的 亞古路有些偶發性的機會之外 上半場其實是悶戰來的 那下半場了 雲家 那都是不肯換人 那下半場的開波呢 光頭佬就叫曼城 選擇控球在腳 老鼠拉龜都不要緊要 志在就是浪費時間 那這個亞仙奴呢 就只有彈花一宴的反擊機會 其實呢 每次反擊都是孤軍作戰 那如果不是這個 曼城的龍門包和 衝出來踢空氣的話呢 亞仙奴的反擊根本就沒有看頭的 那韋碧克就依然是坐後臂 那我相信呢 就是曼城球迷真的可以大叫了 雲家的正三角形萬歲 那其實呢 這個熱刺球迷上一場的英超 已經喊了這一句 相信已經 好了 那這一場呢 就真是好似一隊 踢得一般的強隊 去對著一隊 中型班 那中型班呢 就通常因為條防線的 級數問題而犯錯的嘛 那就落後了 很正常哦 那去到呢 就58分鐘啦 那這一個是 強隊 再靠一個角球的鴨仔 是幾波拉開紀錄的 那曼城 這樣入球呢 靠鴨仔球呢 當然是水準之下啦 那不過曼城贏到球呢 就因為你是中型班嘛 阿仙奴 那中型班呢 還有一個特徵的 就是那個教練呢 要見到棺材呢 才是倒得換人的哦 那真是呢 要等到落後兩球 那魂家呢 就去到62分鐘就 就見位迫克在場邊準備入體 那但是呢 曼城又玩東西哦 衰呀 曼城真是衰的 曼城呢 就空著那個球 就不讓那個球出界 就不讓你換人 你說多衰呢 曼城是不是呢 搞到這個位迫克就站在場邊兩分鐘都入不了場 那這兩分鐘呢 就還要不停去 重點去攻擊這個呢 就是阿仙奴最差的那個人 那那個人叫張帕斯 曼城真是衰啦 那去攻擊別人中型班那個呢 就是弱者 那張帕斯呢 結果真是被這個大衛斯韓玩謝了 大衛斯韓可以自己壓入禁區 在你面前射入 就是face to face 這樣進來 就像棉波一樣 真是衰啦 大衛斯說 嚇人地中型班 那輸到第三球呢 張帕斯真是被人屈死了 這個魂家才拿走他 那魂家的心呢 就一定是覺得很無魂啦 就是差兩分鐘而已嘛 都拿不走這個張帕斯 是吧 那就是沒辦法啦 簡直這件事是7到核子反應堆爆發啦 那雖然呢 就是我預測的時候 已經不斷說的了 就是阿仙奴是不夠這個好的中堅 就不要鬼容三中堅啦 那另外阿仙奴呢 是不應該打這個呢 是正三角形反擊這個組合的 你對著二次衰過一次 你不會再衰的嘛 是不是呢 不過啦 不要緊要啦 放心啦 這場的賽事呢 我已經定勝了阿仙奴為這個是中堅班的啦 所以呢 就不會罵你的 不用怕的魂家 就是我還要反過來說 萬成今天贏球是靠運氣拿冠軍啦 是吧 魂家 就是萬成的調動 到最後還出現耶穌搭亞古路的 那就是要說光頭腦傻啦 魂家 另外啦 今場賽事很明顯有問題啦 這個第四球證 我認為這個人相當可疑啦 第四球證不專業啦 補不足時啦 還要反過來問魂家 為什麼你想補足時呢 為什麼你想補那麼足呢 這樣都問得出口的 第四球證 補多少你就要補多少了 是不是呢 你補不足啊 魂家又哪會有足夠的時間 去追回那三球球 很明顯就是不公平啦 魂家又哪 另外啦 阿仕奴的十歲小朋友球迷 肯定就是不懂得控制自己情緒 所以才哭的 魂家又哪 還有啦 中型班摩亞軍 簡直是超額完成啦 魂家又哪 魂家說 今天已經是完成任務的啦 他已經呢 幫手整傷了萬成的費蘭丁奴 和卡爾獲加都雙雙的了 那就為了另外的十八隊 英超球隊呢 和參加這個歐聯的球隊呢 出了一分大力的啦 全歐洲的球迷呢 除了萬成啦 都應該要就是大聲叫 其實萬成球迷都可以大聲叫啦 就是永續魂家啦 是不是呢 沒有什麼所謂的啦 已經 中型班就 魂家繼續教下去 中型班挺輕鬆的 就是沒有什麼降班的壓力 又不會說要爭前四 那歐巴呢 如果不想起來的話 其實就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可以踢上半季呢 可以盡一點點力啦 下半季可以踢風流波的 不錯的 是一個不錯的 是一個退休生活來的 但是也可以支人工 這叫什麼呢 這叫自製長糧啦 就是香港最近經常都說的 自製長糧的 魂家最厲害啦 退休途中 自製長糧 爽啊 是不是 好啦 如果大家想鼓勵一下小弟 記得幫手按一下廣告 怎麼按的呢 除了呢 就是播了 youtube插入來的廣告之外 還可以在條廣告的裏邊 找一個廣告link 按一下它 彈個廣告視窗出來 就是最大的鼓勵來的 那如果 你是用這個電腦看的話 條廣告link 應該會出現在左下角啦 用手機看的條廣告link 應該會出現在右上角啦 那另外呢 我的片的右手邊 都會有一堆廣告的 按一下這些位呢 全部都是很大的鼓勵啦 那看片的途中呢 你用電腦看 在條片的中間呢 都有機會出現一個 Banner廣告 按一下它 又是很大的鼓勵啦 那如果呢 是用這個手機看的話 我的片的下面呢 亦都有機會有廣告 按一下它呢 又是很大的鼓勵 真是很多謝大家啦 那記得呢 就是訂閱我的頻道啦 還有share我的片出去 或者看一下呢 就是這條片下面的詳情 有些什麼新東西公佈啊 那就 明天再見啦 拜拜